连生三十二的前半生究竟有多几年 他佛、道、摩三家兼修 是佛宗山门护法 西陵才爵大神官 还差点当上摩宗宗主 成佛、成摩和入道都在一面之间 他学过陶山的樊龙阵 自悟玄空寺莲花印 通学了摩宗七门二世八流派所有功法 连失传已久的饕贴大法也被他重新捂出 读过天书后 连生意图以摩遮天 以道顺天 最终以佛法抵达彼岸 跳出三界之外 不在众生之中是真正的万法接通 后来 他以道法于身外数一世界 以魔攻于身内数一世界 终于发现了道魔相通 便可入神 因而习得好天神灰 溃得了好天世界的规则 连生之才强悍如斯 他也一直认为 自己是千年一线的绝世人物 然而谁能想到 他竟遇到一个比自己更不可思议的家伙 那就是书院的天下行走 柯浩然 柯浩然只会浩然建这一种功法 却可以将建议化成世间万千道法 真正达到了一法通万法的玄妙境界 两人隐为之己 一同走过了一段路程 二人都是天之骄子 但无疑柯浩然是最耀眼的那个 所以连生起了极度之心 为了战胜柯浩然 连生曾远赴玄空寺听首作讲经 却发现玄空寺内僧众不过是一些着物 所谓佛言也只是一味故弄玄虚 他回到陶山待了些时日 发现西陵神殿内也都是一群怯懦胆小之人 于是他重回了魔宗山门 在这里他看到了一丝希望 那是一个叫做林雾的小男孩 连生在他身上看到了复兴魔宗 改变整个世界的可能 但因为某些事 连生杀死了男孩的父母 男孩为此拒绝了连生的一波传承 转而去修习了魔宗史上 从未有人成功的二十三年禅 连生唯一的希望破灭了 连生想要改变世界 但他却连柯浩然都无法战胜 而此时的柯浩然已入魔 连生愈发不能接受柯浩然对世界看法的转变 于是他想让其去死 同时他也要让这个世界毁灭 让天地重归宁静 前提是必须毁掉西陵与书院 这两个庞然大物 于是连生策划了烂科寺血案 当时烂科寺于兰杰大会 中原诸国修行者齐聚 柯浩然的未婚妻简孝孝 也随同洪秀昭前往烂科寺县武 魔宗不惜暴露了隐藏在神殿才爵寺里 数十年的大思作 发动了一场对唐国使臣的屠杀 将这桩获使转嫁于西陵神殿 连生更是用饕贴大法 吃掉了柯浩然的未婚妻简孝孝 魔宗的布置可谓天衣无缝 整个世界都以为是神殿才爵寺 血洗了烂科寺 但这一切却没能瞒过柯浩然的眼睛 西陵神殿的魏光明 也开始怀疑起了连生的身份 于是他只好悄然离开桃山 顿回了魔宗山门 当时的魔宗强者辈出 时任宗主更是自视甚高 并未将柯浩然放在眼里 还心想你若赶来杀了便是 随后柯浩然骑着毛驴 贺天骂地真的杀来了 可魔宗却一败涂地 柯浩然单剑便掀起一番腥风血雨 宗门高手进阶被涂 连生眼睁睁看着柯浩然 劈开快蕾大阵杀进来 自己多年的救食 无论善恶老幼 皆毕命于其剑下 唯独留下了他 最后柯浩然以轻石为离 剑痕为诈 用浩然气模拟出他最擅长的繁龙大阵 将其囚禁在白骨山中以赎罪 柯浩然还在宗门内 那座无字碑上留下了一行 不可一世的字迹 疏远柯浩然灭魔宗于此 等宁缺三人入魔宗山门时 已经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了 但哪怕只有巅峰时一部分的力量 连生依旧把知命境的叶红鱼 逼到需要跺境解围 足见其实力之强大 在宁缺继承了浩然气 将他打败后 连生才明白 原来自己什么都不在乎 原来自己一直只是在等待死亡 当年那个雨夜 他没有勇气追随妻子一同离世 自此以后 世界对他来说 便已是一座七卿的孤坟 纵观连生的一生 佛子倒是大魔头 神仙老虎赖皮狗 连他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 就像他说的那样 原来连生三十二 万般可不同 不知是神没何 总以一般之为父全连之心 连生掌握了很多高阶秘法 虽未破五境 但天魔 无量 天启都可一面而入 指手冠冠主陈某 就曾评价连生 他只是不敢跨越五境之人 并不代表他不可能 剑圣柳白死前有意遗憾 便是不能与连生同瘾 一较高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